即使在全球通胀高企的背景下 目前来看整方全面 中国没有出现全面通胀的基础 那么几点依据吧 中国没有出现全面通胀的这样一个基础 第一就是我们坚持稳定的货币政策 总量政策这个方面科学的把握政策的力度 节奏和终点 咱们坚持不搞大学乱惯的强刺激 这个从我们总量政策环境来讲 对我们的稳固价是一个良好的支撑 第二个呢 这个是我们国家在同仲这个疫情传播和经济社会发展 稳住自身供应链产业链 抗住过持着这样的一个较大冲击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目前可以观测 重点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的复工大产的进步 是在稳住推进的 从国内在文产业链和文产业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所以其实从世纪疫情爆发以来 尤其是今年以来 国内的供求匹配的这个组体的关系 是相对稳定的 并没有出现像国际市场上 有点准备的供求错配 这个是我们稳定物价的一个前提 的观点 就是在当前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 中国是有持续稳住物价的底气和能力的 中心的一切 有点净 有点净 中心的一切